三位嘉賓對於接下來的市場 如何研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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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在下午光伏一起来 那房地产你看就开始出现了回落了 但整体来讲成交量还是放大的 因为还是有资金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在关注房地产板块 除了房地产和光伏之外 有色周期就开始调整了 我们看一下有色版 有色昨天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如果说大家在关注有色的 昨天这个走势是非常低于预期的 然后今天是继续下跌 0.92%的跌幅 那玻璃基板依然也有活跃 就科技它只有一些细分的机会 就科技它现在没有整体的板块被塌 但是不妨碍市场找一些热点 AIPC 玻璃基板 就还是有一些资金愿意去做 那指数这个层面 我们也来简单看一下吧 指数这个层面震荡了一天 还是在五天线之上 微幅上涨0.02% 我们看看上证50 上证50% 0.15%的涨幅 也是在五天线之上运行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小票 国证2000 0.22%的跌幅 就小票吧 你也发现好像指数只要能够横得住 它也跌不下去 然后最后看一下微盘股 0.71%的涨幅 好 接下来市场的风格会不会发生变化 因为今天你会看到有些出海链的 或者说偏价值方向的 开始出现调整了 咱们来看看三位嘉宾如何研判 今天请到演播室的三位嘉宾 分别是周征 吕松杰 还有李琪琪 欢迎三位 好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市场 今天整体收盘数据的统计情况 指数层面 我们看今天涨幅最大的是北镇50 其实我们也很久没有看到 就是北镇50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在所有的成分指数当中 今天是第一天 1.28%的涨幅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的活跃度 首先看一下成交额 8344亿 比昨天是略微的放量 再来看看市场的涨停加数 涨停加数今天是53加 跌停加数34加 比昨天涨停多了 在赚钱效应方面 比昨天也是有所上升的 61只个股涨停 61%的赚钱效应 3108只个股是上涨的 好 接着咱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双创指数在今天零涨 能不能风格占优在短期 能不能切到成长 或者是双创这个方向 A能 B不能 欢迎大家到今日股市的微信公众平台去 参与互动 参与投票 好 我们来看看几位嘉宾如何研判 我们直接先来说说双创吧 因为前期一直都是主板墙 上证50啊 甚至是护身300 但是今天创业版 0.88%的涨幅 我们看看科创 0.9%的涨幅 所以你们觉得 会不会暂时的切到成长这个风格做主导 怎么看 我觉得双创其实跟成长也关系不大 双创其实就是 今天的涨就是因为光伏的上涨 导致了双创今天比主板要来的强 那其实判断双创能不能进一步的 就是比主板强 就是要看光伏后面 能不能够这个方向能不能够延续 所以从目前来看的话 我觉得就是光伏如果想要走成像房地产的 这一波的这个行情 那单看今天一天还是看 还是不太好判断的 我们就主要还是要看明天和后天 就是本周最后两个交易日光伏这个板块 能不能够有 就是一个是在资金方面 能不能够有一个持续放大的这种情况 另外一个就是有没有一些标杆性的个股 能够率先走出来 如果能够率先走出来 就比方说光伏里面诞生一个三天二 每天二十厘米的个股 那这个板块有可能短期还是会非常的强的 那这样的话 双创也会比主板要来的强一点 但是整体上我们觉得现在市场单从指数的角度上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核心资产的指数会更强 那这个当中一方面这个像代表核心资产的指数 像上证50或上300对吧 像包括像创50 其实它也算一个这个类核心资产的一个指数 还有就是中正A50的这个指数 这类指数我觉得从中期角度上来说 应该还是市场当中最强的这个指数 从目前我们看到的 无论是从新股IPO的这个这个节奏来看 还是从一系列的这种监管的这种措施来看的话 未来其实做个股的难度 特别是做小微市值个股的难度是越来越大的 所以这样的话也会导致市场更多的资金会聚焦在 要么是被动型的指数的投资 要么就是去聚焦一些行业龙头核心资产 那这样的话其实你对标在指数上 就是代表这类的指数可能会这个持续的慢慢的走强 而代表一些小微的这个指数可能还是偏弱的 好 先来今天吕松杰 觉得双创指数今天的领涨 能不能短期在风格上占优呢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一个惯性的上冲 但是说完全把风格从之前的价值切到成长 我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主要的一个原因的话 是其实我们在这段时间 市场每天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热点 大家如果说去看板块指数的话 很多板块每天都有一根阳线 比如说像之前像煤炭 然后像养殖 然后包括像之前的军工 其实大家都会在低位的时候 大家都会拉一根阳线在这里 但是其实你到后面的话 你说想让它有持续性呢 好像大家都没看到 后面更多的一个走势是逐渐的有小阴小阳 开始逐渐有回落 然后你去翻他们所有的基本面的一些逻辑的话 其实大家都能看到 未来的基本面可能会有改善的预期 然后可能业绩会有这样进一步的一个提升 所以其实目前看光伏的话 除了它今天整体的上涨的爆发的力度 比前面的这些板块都强以外 其实其他的特征我们觉得还是跟之前会比较像 所以我们暂时的话还是先认为它这个是针对 今天有一些这种消息 它做出的这样的一些市场上的这样的一些反应 过去的这一段时间当中 市场主要的这些资金 基本上都是在围绕着像一些价值 而且是偏大盘的这个方向 在持续的去做这样的一些投资 比如说像里面像银行最近走得很强 然后之前的话还会有像有色 然后最近的话像有一些煤炭的话 也开始会有异动 那我们觉得还是有一批资金主要还是在做趋势的这些资金 还是在这些品种当中 那这些资金的话 它如果说想从前面的这个品种当中要撤出来的话 那其实还是它还是缺一个理由 那比如说市场看到的时候 说其他方向真的有特别好的赚钱效应 或者是这些本身价值的这个板块 本身这个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空间了 他们才会撤出来 否则的话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格局 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暂时的话还看不到说会把这个风格马上切到成长的这个方向 就短期双创也不太会继续领长了 是吧 那李奇奇觉得吗 其实这一个月我觉得大家做的都比较累 就是你如果持仓的话 两种风格 一种是你做轮动 但是轮动吧 就是你一追 可能接下来就是挨套 但是如果你守在一个方向上 可能迟迟就轮不到你 就市场每天都很热闹 但是始终你的市值波动不大 涨的都跟你没关系 然后从总的量上 我们看到从万亿成交量 现在基本上就缩到八千亿左右 然后上下波动 其实是个减量波矣 也就是说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就是现在整个市场的风篇 还是处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 然后整体市场的策略 应该是做防御性的配置 比如我们今天看到特别国债 今天第一天上市 直接就给打停了 就涨停了 然后可见它就是一个资产 就回报率就2.57% 它就抢成这样 就说明就是现在市场的风篇 处于一个非常低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就是 现在整体市场还是处在一个 叫之前我讲就是一个涨不上去 但是跌不下去的 这么一个僵局状态下 你真的要往下跌 我觉得你看现在成交量 收到八千亿 但是它指数却依然非常的稳 哪怕你就是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有一些指数权重跌了 但是整体来说指数波澜不惊 它并没有说把指数 能够带下去多少 那我觉得就是后市 如果你在这边 做不了短线高高低息的 或者追逐热点的 我建议大家就是 你持好手上的持仓品种 就等什么 就是等待 因为等待风天进一步回升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 表明就是全球的流动性 即将到达一个 就是流动性宽松的 一个边际变化的一个拐点 就是我们之前讲六月份 欧洲央行要降息了 这样我们现在看到 像美国两年期和十年期的 国债收益率 我们以四月三十一号为例 到今天五月二十二号 也就整个五月 现在跑了二十二天 它大概就是两年期和十年期 都下降了三十个基点左右 也就是平白的就比四月底 多出来一次降息的预期 那么如果这个影响的话 联想到我们接下来 还是有比较重磅的会议在后面 那么再结合就是上一周 我们周末看到像对房地产行业 一个是从就是手套房付款的利率的下降 再到就是从财政上支出了三千亿 作为这个收储房的一个资金 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利率端 还有一个财政端都有动作 那么对房地产这么一个行业 我觉得国家的态度都能够尚且如此的话 对整个就是目前我们大的宏观的环境 我觉得可以做更多的期待 就是我认为就是后市对政策利好 边际的向好 其实是可以做更多的期待的 那么在这样的预期下呢 就是现在如果市场缩量到八千亿左右 也依然能够在三千一百五十点 走得比较稳 那如果后市进一步放量 我认为方向大概率是向上 而不是向下 所以这边我们觉得就是还是 持好手中的仓 如果你做不了就是追逐热点这件事 那你拿好你手中的股票 只要不是特别差的股票 我认为后市整体风篇回升 进一步的回升 还是大概率的事情 所以向上看 但是这个时间你还需要再等一等 好 那周征也来说说指数吧 上正确实在高位连续震荡了 跌呢似乎确实 好像就是内部在轮动 感觉也是好像跌不下去 因为你看高位的如果调整了 它低位的可以起来 那指数是不是还能上行 我觉得上上市指数 重新应该还是能够 这个缓步上行的 那么因为现在其实 对于A股市场本身来说 如果我们看现在5000多家上市公司 现在也正好处在一种 供给侧改革的背景之下 因为你会发现 今年IPO上的特别的少 而退市现在反而这个数量 比原来比年初的预期还要增加 可能年初也就预期退市100家 按照现在比方说像上市公司被ST 或者说被出了一些相关的这种立案 也可能今年退市的数量会比100家要来的更多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对于A股市场的股票数量来说 可能今年是一个股票减量的原年 那未来的话如果整个的这个股票数量再不断的减少 那其实它就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肯定是利好 相对于权重类占比比较大的这个指数 以往我们看到为什么像道琼斯 像标普能够一路的慢牛走上去 人家就那几十个这个股票在里面 然后把不好的剃除掉 把好的放进去 所以对于A股来说 以前可能都是这个扭短雄长的这种格局 这个但是未来从指数角度上 或者说从整个这个大的资产的 就资金的这个配置角度上来说 可能慢慢的就会往这种 慢慢的这种指数型的这种方式来进行配置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觉得像上任指数 可能短期的话 先去看看摸摸三千两百点的这个位置 但从长期来说的话 其实还是一个震荡上行的趋势 但是短期也没什么量 这两天都八千亿左右 会不会有可能就是还是要先回一回 就先回比如说三千一啊 这种踩一下 然后再上工 可能更踏实一些 就是节奏上 昨天量更少 对 然后昨天你会发现在量少的情况之下 回补那个缺口也费了半天劲 对 他就是照理来说 如果他真的要往三千一条 他昨天那个缺口 应该是一口气就能够回补的掉的 但是昨天我在看盘的过程当中 差不多要花了下午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最后好不容易才把下面那个缺口给回补掉 所以我觉得对于指数来说 现在其实也没有太多的向下的这个空间 只不过他上去确实很慢 因为现在整个市场就如果外资没有大幅度的流入 内资现在其实还是处在一个颈平衡的这种状态 如果但是如果未来一旦内资这边开始有比较明确的增量资金的话 那整个市场的指数的流畅度就会来的更好了 所以这次比方说发行的这个超长期的特别国债 其实我觉得市场存在着一种去交易未来 可能会出现通胀的这个逻辑 包括一些涨价的这些这个方向 包括海外的这种降息的这种预期 所以如果基于这样的一个环境的话 那对于指数来说 其实还是一个阵仗上行的这么一种节奏 好 吕松杰也说一说吧 指数在这个层面上 需要先回一回 对吧 量还放不出 还是说其实五天限十天就在这了 还能上行 我其实觉得指数在这个位置 回一下的可能性会更好一点 因为上周如果不是周五有政策出来 其实上周整体市场已经开始在走这样的一个回调趋势 然后上周五因为有政策 指数有一根比较大的阳线 然后周一的话又有一个惯性的上冲 那我们觉得说今年这个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 基本上就是海外的增量资金开始做回补 那像二三月份 那北乡资金这个净流入的规模会比较的大 然后到四月份的时候 又是一波流入的这个高峰 五月份的话那有还流入了一些 但是从这四波的这个净流入的规模来看的话 基本上有一个特征 就是每一波回流的这个幅度 还有这个规模都比前一轮要小得多 你像比如说五月份流入的这一波的话 那你这个跟三月份的时候相比 那这个其实差不多少了一多半 那在这种情况下 那市场这一段的话会明显感觉说 整个的这个上工的动力可能还比较弱一点 那因为前面的话 那明显今年国内很多的这种资金 那比较偏向的是属于像这种红利的策略 或者是像一些价值的这种板块 比如说像这个银行 那最近的话银行保险走的都比较强 那但是的话我们会看到国内资金 其实在投资方向上 这个事上明显还是有分化的 有一批资金 大家是在这个银行保险里面的 然后还有一批去做了这个有色的弹性 然后像今天的话 盘面上还有其他的一些活跃资金 去找低位的这种基本面改善的 比如说挑了光伏 其实内资上 大家是没有形成一条统一的这个逻辑线 那在外资流入比较放缓的情况下 那我们觉得这种权重 可能比较难带着指数直接往上走 而且像现在的话 大家其实也能看到 前面出了很多的这种政策 但是从一些数据的层面上 其实这个政策的效果还没有显现出来 所以我们觉得 其实从内资的这个角度 从资金合力的这个角度上 大家其实缺少这样的一个 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些信号 那如果说后面我们能看到 有一些政策的这个进一步的加码 或者是有比如说 有一些流动性政策的一些变化 那可能会给这个市场的走势 会带来一些变化 那从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更倾向说指数 会围绕着3100点做一个盘整 好 那这个李希希来跟我们说说核心资产吧 核心资产在这个位置上 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 因为现在大家在选股票上 还是会有些难度的 尤其是小票 但核心资产相对来说简单一点 甚至是ETF 你怎么看 是这样 就是现在如果说 这一两个月 你市值没有回升的话 我觉得你先不要急 我们觉得就是时间是你的朋友 这边你风险在于你空仓了 但你满仓的话 只要方向正确 我觉得涨是早晚会来的 那么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你持仓结构的问题 其中我觉得就是你大部分的仓位 还是应该放到核心资产上 那年初的时候我们讲就是你应该至少把一部分仓位配在中正红利上 但我觉得今天就是我前面讲了就是大家把防御性策略做到极致之后 其实也过度透支了红利策略方向上的未来的潜在收益率 那我觉得就是现在在这个未来流动性就是宽松的边缘 那么这边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跟上指数 跟上指数的方法其实就是配置类似像护生300 ETF这样的核心资产 当然如果你说我有本事跑赢护生300 你其中选了某一家就是300里面或者50里面的某一家权重股 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但我觉得对大部分人来说就是你以300 ETF为基准的话 你跑不赢指数你就干脆就配指数就完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就是我觉得你持仓当中把适当少的仓位去放在就是新制生产力上面的成长股方向 因为成长股方向其实大部分我讲就是都在低位 特别是我们前面讲就是国九条特别提到分红的问题上 把成长股又再次往下打了一个台阶 就是很多人认为就是买股票为分红不可 就是不分红的股票它没有价值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核心资产之外 适当的去看一些在低位的成长龙头 其实包括像今天的光伏 你说昨天这个在今天这个会光伏这个会开之前 昨天光伏有价值吗 我觉得价值比今天还高 但今天打上来了你K线你很多人是看K线的 K线打上来了这个行业就变好了 其实不是的 其实我觉得就是你要有这样的眼光 就是有些行业它处在一个周期的底部 在反转之前就你撇除掉K线 如果你真的看基本面的话 我觉得就是成长龙头 特别是新制生产力方向的 我觉得现在也是在低位 就你调整好自己的持仓结构 然后耐心等待风偏回升的那一刻 我觉得就是现在比较正确的一个策略 就是不要去犯错 就是少折腾吧 就是你今天看了有色金属涨了 你追进去了 明天就是研究了飞行汽车 后天研究了这个铜的供给 然后一看账户还是亏钱的 还不如就是你在低位的方向守着 等一两个月的时间周期 我们看一下一两个月之后 你的检验成果是怎么样 如果是正收益 那你可能就跑赢大部分人了 有没有可能一两个月 如果说没等到 它反而还是跌的呀 对吧 因为你这个市场是存量博弈嘛 但你现在有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现在市场向下跌的空间并不大 你说指数层面 对指数层面 然后第二呢 就是你真的成长龙头 因为经过数轮的 我认为是错杀之后 它在目前的低位上 已经经历过极致的缩量 然后已经筹码出清的 比较干净了 才会有今天我们说 光复一个行业自律性协会 开了一个会 就产生这么大的反弹 所以你在这边 配低位的成长龙头 我认为再向下挖坑的概率 也是非常小的 好 稍后回来 咱们就来说说操作吧 确实这个位置上 就你真的追啊 你追这个轮动节奏啊 难 只有就是说 这个板块刚来的时候 然后在别人都不信的时候 你去相信了 然后真的这个板块 还有一波行情 那你是可以有不错的收益的 不然的话 就真的可能是不是 以不变硬万变 就是咱们可能对于 普通投资者而言 以前很少会说到 配置这两个字 因为这个配置这件事呢 就是说你买着 放在那儿 就是配在那儿 等待 但是如果说是 一直在交易的话 你其实是不能用 咱们就不用配置二字的 所以稍微回来看看 接下来是不是操作思路 还有操作策略 以及操作品种上 三位如何解析 那接下来进入到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我们请出的是郑林 来听一下她对市场的看法 郑林你好 好的 谢谢主持人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的有看头家加油时刻 市场继续横盘震荡 但是盘中热点 让人眼花缭乱 无从下手 其实每次我们都想要去尝试 踩一些方向的时候 次热的表现总是不尽如人意 那么在市场横盘震荡阶段 有什么样的方向 更具备投资性价比呢 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题版 其实在市场横盘震荡的过程当中 低估的既优品种 往往成为更加市场当中的一大亮点 因为它们更多的具备了更低的成本 同时上涨的幅度反而会更大 那么在市场震荡环境当中 反而更容易一军突起 成为市场当中的一大亮点 那么作为估值提升更为显著的品种 这些既优龙头启动的关键动能 就在于低估值高收益 就比如德币集团 低位启动初期的估值仅有1.03倍 那么随着市场风偏的倾斜 盈利不断提升之下 股价展开向上修复 波段涨幅达到113% 与此同时还有克莱基电 低位启动初期的估值是2.82倍 那么在估值修复的过程当中 所带来的波段收益有204%之多 同样低估的机优品种还有明星电力 低位起涨时估值仅有0.91倍 那么随着股价的上修 估值提升到了1.93倍 带来的波段涨幅更是达到了123% 这些公司在市场震荡时启动 凭借低估值和优异的业绩表现 实现了显著的股价上涨 这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丰厚的投资回报 也证明了在市场震荡时期 寻找并投资这类品种 反而是一种有效的投资策略 因此今天我们就精心为大家梳理了一份 低市净率高收益的策略品种名单 您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如果说我们拉长投资周期来看的话 其实低估值高盈利的一些品种 他们在市场当中的投资收益率 其实也特别显著 我们来看下一张题版 我们从整个长周期来看 低市净率指数近一年上涨了40% 同期的上证指数却只有5.99% 那么在收益率方面 可以说是远远跑赢互指 而在过去的一年当中 市场经历了起起伏伏 不变的其实就是低估值 业绩所带来的波段上涨空间 所以在市场节奏轮动加快的情况之下 低估既优品种 不失为一种最佳的配置策略 恰好今天我们就精心为您梳理了一份 低市净率高收益的策略品种名单 您如果也想在当前市场当中 找到一些低估既优的品种 来进行第一时间的低位潜伏的话 不妨现在立刻拿起手机 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那么同时在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三家精选案例 我们来看 第一家公司是汽车危机店领域的细分龙头 近三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 而现在PB16倍 技术走势上已经完成半年线上方的回彩确认 有望在后续估值修复过程当中迎来波段上涨 而第二家公司则是国内最大的PVP制造商 近三年营业收入连续增长 而现在PB仅有1.95倍 属于严重低估状态 技术走势上今天一举突破了下行切线 有望在趋势转折后迎来趋势性的上涨机会 而第三家公司最近三年的营业收入也是连续增长 而技术走势上已经构筑了清晰的W底 下方量能同步放大 而现在的PB也仅有3.38倍 有望在低估值风格占优时走出波段机会 因此今天我们就第一时间为您梳理了一份 低市净率高收益的策略品种名单 您现在就可以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 来进行免费的领取 毕竟在市场当中我们看到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板块 不一样的风格在轮动 其实不变的核心就是一些低位的 有业绩支撑的个股 反而能够走出波段性的投资机会 所以我们都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策略方式来进行投资参考 好的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家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90年代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牌股票学习平台 老凤翔藏宝金提醒您精彩继续 有喜事就由老凤翔 欢迎回来 接着咱们来聊聊操作 看看今天市场当中活跃的方向 有没有持续性 首先第一个就是光伏 光伏呢 今天光伏设备这个板块 涨幅最大 7.56% 随后是房地产服务 3.16%的涨幅 再之后有医疗美容 然后还有像消费电子工程咨询等等 那整体来讲呢 今天其实热点还是挺多的 只不过呢 大家把眼光 依然聚集在的是这两个 一个是光伏 一个是房地产 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光伏 把理系系统基本面的角度 我们来解析一下 就今天肯定是这个消息 大家也说到这个光伏行业 是不是要进入到供给侧改革 所以有了这么大的一根阳线 那接下来呢 是谁会受益呢 有没有持续性 今天光伏行业协会开了一个会 其中提到我认为比较重要的 可能对行业产生拐点性质的影响的 第一个是就是大家觉得价格战 不能再这么恶性打下去了 可能因为现在全行业陷入亏损 包括像你比如硅料当中 我们一直认为不可能亏到通微的成本线 但现在连通微都亏钱 导致货牌的企业基本上就全行业亏损 然后主材环节四大环节 一个是硅料 硅片 电池片 组件 全行业亏损 那么到今天为止就是很多企业 它的生产线利用率其实就是一半 可能已经停产一半了 然后二三排的企业 甚至就是整个厂现在就陷入停产 那么受这个影响就是这些后排的企业 你指望它再复产 可能性已经很低了 因为现在你复产就是亏钱 因为现在的这个主材价格就是这么低 那么今天行业协会第二点就是讲到 就是在就是供给侧产能出清的背景下 要鼓励行业进行就是兼并重组 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随着就是新政啊 就是关于再融资的实际上的暂停 是去年开始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 那么在暂停之前融到资的一些光伏投不起 你去看就是二三年年报的时候 他们账上其实有大几百亿的现金流就存在那 那么为什么他们在这个时候 不自己去扩产建新的生产线 很多生产线计划都事实上停下来了 他们拿着钱干什么 就等现在这一刻 等二三排的企业 他们就是可以说是高成本下的相对落后的产能 出清的过程中 也必然伴随着行业的兼并重组 资产收购 那么这点呢就是这两点组合起来 我们觉得就是 事实上光伏行业 如果没有今天这个会 我认为供给策的出清 也是在自发的进行 因为有些企业就眼看着就是 淘汰出去的命运已经是注定了 只不过这个过程可能 还会慢一点 但今天这个行业协会一开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事就摆到明面上来说了 那我认为就是当中有政府的 就我看当中提到一点 就是政府虽然尊重光伏市场的市场化原则 但是也要起到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 有这么一条 那么我觉得就是可能光伏的供给策出清的拐点 可能会比之前预计的更早一点 那么今天就我们说回市场 市场呢现在其实就是在第一位的困境反转的 长期筹码向下出清的过程中 就类似于之前房地产行业起来 那我觉得就是相比房地产行业 房地产行业它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行业足够差 那国家一定会出政策来救这个行业 是这么一个逻辑闭环 就行业越差吧 它股价越涨得有理由 是吧 但我觉得光伏行业不是 光伏行业相对来说还是个健康的产业 它的需求还在 它的需求是逐年提升的 海外需求 国内需求 它还在 不像房地产行业是需求出问题了 那么今天就是光伏行业 在需求还在的情况下 问题出在供给侧 就供给端过剩 那如果能够把供给端的问题 在这次行业出清 一个是行业自发出清 第二个就是行业今天开了这个会 是不是会有政府有心之手 来控制从银行的信贷也好 还有地方土地的审批 地方政府的项目的上码当中 审批当中做一些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 我觉得就是供给侧只要搞定了 那么这个周期性行业的底部 事实上就是筹码最便宜的时候 只不过说今天 我觉得整个光伏板块 放量是比较大的 而且伴随着光伏起来 房地产下落 那么是不是有短线资金 在这当中做一些高低切换 如果说短线油资金来了 那么光伏是不是会走成第二个向低位困境反船的 类房地产的行业的走势 这个我们不清楚 但是从行业的基本面上来说 我认为现在是在供给侧出清的前夜 我们后面要密切跟踪 就是第一个就是四大主材环节 是不是有涨价的迹象 就价格只跌了 开始起稳回升了 这个是第一个迹象 第二个就是在生产线上 如果它的开工率能够起稳回升 有些停产的生产线重新开始启动了 那就是行业基本面 就是真正走好的一个拐点 那我觉得就是把握一个短线 还有一个就是中长线的基本面逻辑 那么大家可以在当中找一些 适合你的一些操作方法 好 我们先来说说短线 周征分析一下吧 就从今天如果是行业板块的成交额 排行榜来看 排在前两位的第一个 房地产开发419亿 光服设备416亿 第三位是半导体271亿 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市场更多的资金 就是聚焦在这两个方向了 那光服的优势肯定就是刚开始涨 对吧 但是如果从刚才李奇奇的分析来讲 好像房地产是已经进入到了 已经出清了 就整个这个行业已经出清了 之后开始期待政策了 但光服现在会不会复制房地产的 就是上一波那种走势 你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首先 光服和房地产的这个逻辑 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就是都属于困境反转的 这个属性 那么困境反转 其实它更多的逻辑是属于 处在下行周期的行业 原来市场的预期其实是一直往下去预期的 但是当市场发现这个行业 它就没有办法更差的情况之下 反而会有一个向上去修复的这种预期 这种修复的预期肯定是体现在基本面的前面的 而不是体现在基本面的后面的 所以说它先修复的也是修复的估值 而不是修复的业绩 那从这点上来说的话 你像光服其实本身 原来市场更多的就觉得它的供求关系 始终处在一个高库存的 供过一求的这种状态 但是在这个这次会议召开完之后 那市场对于未来的供求关系 可能会有一些预期差方面的修正 那么就体现在它的这个修复估值的 这个弹性当中从短期的角度上来说 那么我们觉得就是在 因为无论是房地产行业还是光服行业 其实它内部还是有产业链上的这种结构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从行业本身的这个角度 或者说行业ETF角度去看的话 那么我觉得其实自下而上 可以去找一些 就是在整个行业有修复估值的背景之下 再去找一些有这种行业本身发展的 一些这个趋势的和方向当中去的 就比方说像房地产 其实除了房地产行业本身以外 其实物业服务这一块 相对于房地产本身行业 它的整个的这个确定性 或者说稳定性会更好一些 因为它的负债端不像房地产企业 有更多的不确定性 那么对于光服来说的话 其实除了行业这个 供应色改革的逻辑之外 那么降本增效始终是这个光服行业 它整个在这个行业内部企业 不断要去进行研究和升级路径的这个过程 那么之前我们看到更多的像P型电池 像N型电池的这种升级的这个路径 那从目前来看的话 那么我们觉得光服行业 现在的这个升级的路径 一个就是从原来的有格栅的光服组件 向无格栅的光服组件来进行升级 这个当中通过降低这个银浆的使用量 然后这个通过提高它的整个的这个光电的转换效率 或者说整个的这个光服组件的这个面板 接触光的这个面积等等 会完成一些的降本增效的这种过程 那在这样的一个降本增效过程当中 就会必然带来一些部分的零部件的 或者说材料的这种变化 就比方说原来在有格栅的组件当中 你需要用到更多的银浆这个材料 但是在无格栅的组件当中 你可能更多的是需要用到这个串带的 这么一个汉带的这么一个材料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那另外像这个原来在切割光服硅片的时候 更多的是用到金刚线 这个金刚线里面用到的更多是钢死 但是随着硅片不断的减薄 和抑制节技术的不断的这个推进的话 那未来你的金刚线的钢丝 母丝由钢丝会切换到乌丝 其实这些都是细分领域当中的一些材料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大家要去找机会找一些 就是可能有这种技术升级的 对 就不是说执照 传统只是因为说供给侧改革的 就是这样的话就是两个逻辑叠加 就修炼类似于像当时智能手机 在它的技术达到一定程度之后 你未来可能就要找一些新的技术 所带来的材料的编辑变化的这种逻辑了 好 那吕松杰来说说房地产吧 光伏他俩刚刚都说了 那你来跟我们分解房地产 今天这个下午光伏一起来 房地产开始回落了 短期怎么看 我们就其实我补充一下前面两位吧 关于这个房地产和这个光伏 其实这两个行业的驱动逻辑不同 房地产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属于政策驱动型 也就是说当政策比较向好的时候 房地产比较容易有活跃的机会 而且比较容易有大行情 然后房地产他一旦说这个政策开始收紧 整个行业的话就是开始有调整 板块上可能会有调整 这个是他本身行业的属性 就是说这个板块 大家去买它的时候 去做它的这种波段机会的时候 大家基本上不是看着业绩 因为对于房地产企业来讲 我去年卖的房子 不一定能反映在我去年的业绩报表当中 这是行业的自身的这样的一些规律 所以说大家更多的会去围绕的是 房地产的一些政策 去做这样的一些博弈 对于目前当下这个阶段 大家是看到了说整个的政策上 是有这样的一些放开 有这样的一些利好 但是后面的话 大家一定会去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看比如说像新房的数据 有没有改善 第二个是看信贷的数据 有没有改善 只有当说这两个数据上 我们看到了很明显的拐点之后 大家才会去强化说我再进一步去买 或者是去跟风 跟这个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所以这两个数据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那后面房地产的这个行情 可能也就是差不多就到这了 那对于光伏行业来讲的话 它其实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政策驱动 它大家更多的是看它的业绩 比如说看行业的一些高频的这个数据 像今天它的这个协会 它有这样的一些会议 大家达成一些共识 就是我们不要搞低价的这种恶情竞争 但是我今天我来节目之前 我也看了一下 像这个硅片的这个价格 那其实从过去的这两三年当中 就几乎就是一路的这个下行 中间连一点反弹都没有 那也就是说对于下游的这些组建厂来讲 它的本身的这个成本也在下降 那它其实是说 你说不要低于成本价来做销售 那其实在上游硅片价格下降的情况下 那它的成本其实也是在下降的 那光伏行业未来的一个看点是什么呢 其实拐点是要看比如说像这个出口端 会有多大的这个变化 因为之前的话 中国的这个光伏出口就是两个地区是主要的 一个是欧洲一个是美国 那现在的话这个也受到一些政策的影响 那后面的话大家觉得说这一块量放的不大 那现在的看点是再看中东的这个量 到底能不能放大 因为今年的话很明显是看到了像整个光伏行业 全产业链降价之后 海外的有一些地区的需求会有很明显的这个提升 中东地区的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个代表 但是这一块未来会给国内的这些光伏企业 带来多大的一个出口的一个增量 这个事上现在大家在数据上 现在没有看到那么清晰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光伏行业的话 可能还是会在这个底部 筑底要走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一方面等着它的 比如说全产业链的价格见到拐点 然后后面的话 或者的话是看到海外出口的这个数据 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善 其实我们觉得这两个的话 其实更多的话还是反映的是市场 对于一些情绪 对于一些事件的这种短期的一个博弈 好 稍后回来咱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 也来看看观众朋友们 在微信公众平台的投票结果 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苏兆博 听一下他对于市场的分析 苏兆博 你好 好的 主持人 那今天的盘面呢 我们看到指数虽然没有怎么大涨 但是个股却非常的活跃 趴在地上很久的人工智能板块 今天再度出现在涨幅榜的前列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近期呢 全球人工智能的龙头 均创出了历史新高 微软 谷歌 英伟达皆是如此 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啊 近期我们看到了 人工智能颁布了一系列的利好刺激 就在明天凌晨 被华尔街称为史上最重要的股票 英伟达将公布他的财报了 机构预计啊 它的净利润将同比增长超过500% 与此同时 近期微软在开发者大会前夕 推出了最新的大模型 支持Windows笔记本 号称史上最智能的 OpenAI全速狂崩 奥特曼暗示即将推出下一代的GDP 那么受此影响我们认为 接下来人工智能板块 值得我们去重点留意 那回顾历史 我们发现在2月22号的时候 当时英伟达公布了业绩 随后国内人工智能板块 走出了一波快速的上涨行情 同样的逻辑 在5月23号 英伟达又要公布他的业绩了 而且这次同样是大幅增长 有没有希望带动人工智能板块 再次走出一波大行情呢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作为投资者 我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要提前关注 提前潜伏了 那么在今天节目中 我们也是围绕着 人工智能的板块机会 给大家整理出这样一份 资金抢筹 人工智能龙头股名单 现在就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了 在名单中 首先我们选择了 行业中的优质龙头 其次选择资金抢筹的品种 结合技术层面 选择位置比较低 且刚刚启动的优质公司 围绕以上三点逻辑 在我们的资金抢筹 人工智能龙头股名单中 有做详细解读 现在就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了 说到咱们的A股市场 今天的人工智能 第一位小市值公司 掀起了涨停潮 比如说新亚电子 所属概念AI同览 总市值只有47个亿 今天低位涨停 英利股份 所属概念AIPC 市值25个亿 两天44% 异动电子 所属概念AI同览 市值53个亿 也是20厘米涨停 所以说呢 人工智能已经出现 明显的底部资金抢筹的迹象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了 那么到底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去选呢 从三个维度出发 首先咱们要把 人工智能板块筛选出来 一共有637家公司 其次要通过优选 选出有主力资金抢筹 超过一个亿的 有11家 最后选择小市值的 位置低的 刚刚启动的公司 这样筛选下来 就剩三家了 那么今天的这三家公司呢 就放在了资金抢筹 人工智能龙头股名单中了 现在呢 大家就可以通过 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 来进行领取了 那说到这个板块机会 到底该怎么把握 我们不妨来看一组案例 第一个案例 该公司是AI操作系统的龙头 可用于AIPC 以及AI手机领域 关键是 它跟英伟达 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近期获得了 453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机构非常的看好 而且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 W底 放量突破 底部形态 有望打开向上的空间 第二个案例 公司市值40个多个亿 热导材料的龙头 AIPC核心的概念股 那近期同样是获得了 116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关键是Q费 近期也是心境持有 形态上 走出了一个W底形态之后 那更是以放量 跳空高开的形式 向上突破 有望开启 它的主声浪行情 第三个案例 芯片的电感龙头 那已经批量用于 英伟达的AI芯片 近期获得了 141家机构的密集调研 还有就是社保基金的家仓 所以说这家公司的基本面 也是非常的优异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技术形态 走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 W底形态 那这根标志性的大阳线 一举突破了 W底形态的颈线位 也是打开了向上的空间 有望开启这种主声浪的行情 好的 今天的这三个案例 咱们都给大家总结好了 就放在了这份资金抢筹 人工智能的龙头股名单中了 大家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了 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思路吧 伴随着5月23号 英伟达要披露它的业绩 行情有望 接下来出现一波快速的拉伸 那么我们在选择的过程中 人工智能板块中的优质龙头 首先要把它选出来 其次要关注资金的流向 资金在近期大幅抢筹的 低位的品种更有性价比 围绕以上三点逻辑 在我们今天给大家送出的 资金抢筹 人工智能低位龙头股名单中 有做详细的解读 现在就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 二维码的形式来进行领取了 90年代 收获是一份仪式感 珍贵却少了些许便利 千禧年 收获是电脑前的专注 高效却更需要费心琢磨 后来 收获是掌监的金融图标 信息很多 答案却很少 现在 收获是贴心的服务和指导 是专业赋予的省心与便捷 九方之头 实战牌 股票学习平台 家中用宴需谨慎 使用炉灶需照抗击 2024年的一季报行情 是再度打小新的市场机会涌现 如何赢在投资的起跑线 扫描下载第一财经有看投加APP 限时高端功能名额 龙年新行情 盘前盘后投资大咖 在线直播 实时解析当天行情 龙年新技术 明星指标 三步秦龙现实开放体验 龙年新工具 智能投资工具 帮你轻松地捕捉牛股 把握窗口期 布局一季报的行情 欢迎大家下载并登陆 第一财经有看投加APP 好 接着咱们来看看今天的资金面 了解一下北向资金 北向资金在昨天小幅流出之后 今天是净流入47.76亿 那在两融余额方面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是截止到昨天的 是一个稳步攀升的态势 新股依然没有 观众朋友们在微信公众平台的 投票结果 57%对43% 今天选A的比例更高一些 认为双创短期 能够风格占优 好 仓位的情况 大家也可以到今日股市的 微信公众平台来了解 昨天就是非常明显 减仓的比例上升 然后今天差不多吧 减仓23 加仓19 就仓位不变得更高一些了 好 接着咱们来说说其他的方向 先来说一下这个玻璃基板吧 这个周征给我们来解析一下 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 加上订阅周征的课程 因为在课程里面 我相信会把这些很多新的一些名词的 这个是不是 也没有办法把所有的名词 因为毕竟还是有认知方面的 对 有认知方面的局限性的 玻璃基板其实我也没有 因为玻璃基板跟之前的合成生物有点像 就是它这个东西出来以后 市场反应的非常的快 也就是说 它是从上周五开始出的这个题材 那其实如果你上周五 没有第一时间跟上的话 你只有在周一早上一开盘的时候 有那么一小会儿的时间 去找这个节奏 如果错过了 后面其实就没有 像当中的标刚性的个股 雷曼光电 四天差不多已经快翻倍了 所以这样的一些题材 现在其实我觉得你再去关注就有点偏晚了 就偏后手的这么一种情况了 然后今天又出了个新的题材 叫擅出型封装 这个其实跟玻璃基板有点类似 都是基于在芯片半导体当中的一些材料端和一些技术端的一些新的市场 或者说一些研究机构所研究出来的一些新的东西 你像玻璃基板也是因为海外的机构 对于英伟达的相关的产品的材料的研究 然后挖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复制了之前同互联的这么一个相关的情况 所以对于这些方面 我觉得因为今天晚上英伟达要公布它的业绩 所以不排除有一些资金 它会有提前布局 然后明天当英伟达出了业绩 不管好坏都会有兑现的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方向我觉得要等一等 然后作为做主力投资和事件驱动呢 还是要尽量我觉得要去找先手 如果没有先手 其实这个市场环境不太好才能 那你给我们说说 因为现在就整个科技的beta其实比较弱 但是还有一些系 比如说铜缆连接器 然后AIPC 玻璃基板 还有你今天说到的这种新名词 如果让你来给大家分析的话 就是你倾向于大家可以关注什么 就科技整体的机会没有吗 对吧 我觉得这些其实节奏都不太好 因为都属于主题或者说消息催化 对 其实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 就是相当于给你讲一个这种 就是一些这种逻辑 但是这些逻辑吧 其实它很难在短期 或者说这个未来有一些这种 基本面的兑现 那它更多的就是 让市场去展开一定的想象的空间 所以这些方向 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先手的这种优势 这种先手优势 其实更多取决于你的信息 获取能力上的这种时间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是做成长方向的 其实还是可以去找一些 这个现在位置也不高 但是未来成长性还是 或者说产业趋势比较确定的 像商业航天啊 商业飞机可能短期 没有特别强的表现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的A股的这种环境 就是当它有表现了以后 你再去看 其实都是为时以晚的 包括像之前的有色金属 我们其实在之前讲 有色金属涨价的时候 其实它没有动 它动了以后你再去看 其实又没有这种短期的收益了 所以有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的 耐心资本 好 大家可以到有看头 加上订阅周中的课程 了解一下 就是现在有哪些行业的 比如说趋势的发展 或者说哪些行业的景气度的变化 或者说有哪些新的主题的投资的热点 都可以去了解一下 学习一下 好 接着吕松杰跟我们来说说 哪些品种大家可以逢低参与的 你看好什么方向 我觉得后面的话 大家可能还是可以沿着 像基本面的有这种预期改善的 这样的一些线索 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像养殖这个行业 其实还是属于一个比较典型的 其实说到养殖行业 最主要的还是看猪周期的 这样的一个启动 因为猪周期这个事 其实从去年大家就在讲 因为能看到能帆母猪存烂量一直下降 但是猪周价格一直起不来 然后一直到今年年初的时候 市场对这个事的分歧还是比较大 因为这个时候 在今年像一季度的时候 大家能看到猪周价格开始有上涨 但是这个时候市场的声音是有两边的 一边的话是觉得说 这个是因为能帆母猪存烂下降 导致的说供给减少 可能是猪周期的 要来临的一个前兆 然后另外的一波声音的话 是觉得说 当时一季度的涨价 是因为养殖户压兰 也就是说它压着这些猪 它不卖 导致市场的供给阶段性的有减少 所以它才会出现一个阶段性的价格上涨 这个事是怎么能证伪的 当时其实市场一直在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就是看 它压兰的这一批生猪 那一般的话压兰最多就是压一个月到两个月 那也差不多按照时间点来推算 就是到五月份 这些压兰的生猪应该就开始陆续出来 那也就是说 如果说到了五月份的话 那一旦说这些生猪开始投放到市场之后 如果生猪的价格还有再上涨的话 那其实那之前的这一种说是 因为压兰导致的这个生猪涨价 那这个逻辑就会被证伪 那大家会更加会信说是 整个的这个猪周期可能又要再来一次 那我们在最近的话 其实就能看到像生猪的价格 其实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个回升 然后在同时的话 我们也看到像今年前四个月 整个能反母猪的存烂量 是其实又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下降 叫高点的话 差不多就下降了10% 那这个也在放到历史上来讲 应该也是算一个比较可观的 这样的一个降幅 然后同时的话 那你像这个国家的话 也是把整个行业的这个生猪的存烂量 从之前的4100万头 现在下调到3900万头 那目前的话 整个的这个量化也是3900万头左右吧 那我们觉得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那可能在这种生猪的这个供给 在减少的情况下 那后面的话 生猪的这个涨价的这个逻辑 依然会逐渐走强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点上 大家是可以看一下 好 最后李奇奇也给大家说一说 操作思路啊 包括说可以关注的方向啊 就新制生产力方向 其实我们看到政府文件里 其实提了几个方向 但是相对来说呢 就是除了我现在看 就维持在高位的 相对来说 还是飞行汽车当中的一些白马龙头 但其他方向 其实大部分还是处在低位 就比如说一个是创新药 就创新药就今年一季度的时候 是有过超额收益的 但是现在就是开始足迹的回落 那我觉得就是回落之后 还是一个机会 然后还有包括像 我们看到就是像机器人 人形机器人 还有包括周珍前面提到的商业航天 这些都是明确的 就是在之后可能是会有行业的催化 然后确实也是 我们看到行业当中 也是相应的有资本开支 然后产能后续也是会上来 形成就是业绩的支撑 那我觉得就是 我们就是 还是回到之前的观点 如果大家现在这边调整仓位的话 主要你还是配核心资产 包括像ETF的配置 然后如果你要做弹性的话 我认为就是目前处在低位的一些 其实前期也是非常具有话题度的一些板块 就现在相对来说 他们不在轮动的风口上 但是不代表他们 就像今天的光伏一样 你说昨天的光伏跟今天的光伏有什么区别呢 只不过今天有事件的催化 对吧 相应的就是你不要在风口上 你去关注这个东西 然后你研究完之后 在最后的结果是最高 这就我觉得是比较惨的一种操作模式 相应的就是 行业无人问津的时候 但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一种未来的成长的方向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回落是你的机会 就我觉得就是我们最终这一把要挣钱 还是要等待整体封片的回升 我们现在说了一切 就是你单凭一个就是行业非常好 可能从基本面上来讲 行业进入拐点 是不是能战胜现在的弱北塔 我觉得二法是战胜不了北塔的 你觉得什么情况下 或者什么时候会封片整体台上 是要降息还是什么 就我觉得就是从利率也好 从财政也好 我们都是比较期待就是之后能够 比如说后面还有重要的会议 就是如果你做政策博弈的话 就咱们引用房地产 做房地产的人来说 就现在目前的就是经济环境 是不是到了宏观整体向上的一个拐点 我认为还没有 但是现在就是政策环境 在后面有重要的会议 我们确实是可以做这样的期待的 包括六月份以后 就是整体 包括一开始我就讲了 现在美联储又多了一次降息的预期 那么到那个时候形成共振的话 我们这边是不是可以预期 在位于这一会儿 能否激活市场 首席评论今晚关注 有效助推科创高质量发展 金融机构需要怎样的能力 这就需要金融服务机构 具备综合全面的金融服务能力 强大的资源整合能力 和不断迭代的创新能力 科创企业不确定性大 颠覆性强 银行要如何做到兼顾促发展 与确保金融安全 我们主要是解决两个痛点 我把它称之为两个重塑的逻辑 在本期的第一财经 中国经济论坛里 行长们将聚焦科创 从银行角度畅谈 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 我的愿望 把我的围光投降 快